在最近幾個月,教會更重視在建立教會正義的成長 直帶領著所有人去接受遵守拯救教義和聖約 就好像阿爾瑪所描述在心中起了巨大的變化 其中最有意義的方法就是去建立真正的成長,就是去伸出援手 去拯救那些已經接受了洗禮,但還徘徊在不活躍的狀態 以及還未享受到救恩教義的祝福的人 無論我們的教會的召喚是家庭教導教師、探福教師、主日學教師、主教、父親、母親或者總會持有權柄人員 都可以用一種有意義的方法去參與這個拯救行動 畢竟帶領所有人,包括我們的家庭、教不活躍的成員、罪人 歸向基督並接受救恩的教義是我們共同的神聖召喚 大約三十年前的一個星期日的早上 當時我還是支聯會的會長團服務 我們收到一個忠信的主教的電話 他解釋他們的知會因為成長得太快 所以他們再不能為所有配稱的成員提供有意義的召喚 他請求我們去劃分知會 當我們正在等待核准的時候 我們身為支聯會的會長團決定去探訪這個知會 去召喚這班美好配稱的兄弟姊妹去擔任支聯會傳教士 第三個我所探訪的人 是一個在就讀當地大學的年輕女學生 我們談談了一會之後 我就召喚了去擔任傳教士 這位的姐妹昨天一會 就說 會長 你知不知道我不積極 我昨天一會就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不積極 她跟著說 我已經有很多年不積極 我已經有很多年不積極 你知不知道 你有很多年不積極 其實真的很難 是不容易回到教會 我回答說 我不知道 你的知會九點鐘開始聚會 你來到教堂就和我們在一起 她說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 你會擔心很多事情 想想想 有沒有人會跟你打招呼 他們會不會自己一個人坐在這裡 有沒有人知道你回來了 其實他們的成員會不會接受你和認識新的朋友 她開始淚流滿面地繼續說 我知道我的父母為了我可以重返教會 很多年前一直都這樣祈禱 當她沉默了一會之後 她說 在過去三個月 我亦都為了找到更大的勇氣和力量 去回到教會而祈禱 她跟著問 會長 你覺得這個召喚 是不是我祈禱的答覆呢 當時我雙眼都充滿了淚水 這樣回答她 我相信主已經答覆了你的禱告 她不單止接受了這個召喚 她亦都成為一個很優秀的傳教士 我可以肯定 她不單止帶給自己很多的喜樂 她的父母和她的親人都有很多的喜樂 從這個以及其他幾個相似的面談裡 我學了幾件事 我學到很多教不活躍的成員 都有親人每天去跪下 我可以去勤求主去拯救他們所愛的親人 我學到對於不積極的成員 回到教會是不是一件容易和舒服的事情 他們需要幫助 他們需要支持 他們需要聯誼 我亦都學到有些不活躍的成員願意 而且他們嘗試去找途徑回來教會 我學到很多不活躍的成員 如果受到邀請 他們願意承擔召喚 我學到教不活躍的成員 應該要受到同等的對月 以及在慈愛之父的兒女 很多年來我都在想 如果我當時沒有當她是不活躍的成員 功當中重要的一環 雖然救援是每個成員的責任 阿倫聖職和密基什聖職持有的人 有責任帶領參與這項事工 畢竟 這些就是聖職服務的意義所在 帶領所有的人去到超聲的聖約 並且帶到他們平安、幸福和自我價值 在《摩爾門經》中 你會記得小阿姨媽發現 卓倫人已經搬離教會 小阿姨媽組織了一個死活躍的團隊 去拯救卓倫人 當他們開始指派任務的時候 她說了以下的話 主,求祢恩准我們 使我們能藉著基督而成功地 再度帶領他們歸向祢 主,看他們的靈魂很寶貴 他們有許多人是我們的弟兄 因此,主,求祢賜我們力量與智慧 使我們能帶給我們這些弟兄再歸向祢 幾個月前 當我去見過幾個新規信者 教不活躍成員和恢復活躍成員之後 有一位跟我年紀差不多的男士跟我說 我大概半身都不積極 我在我年輕的時候已經離開了教會 但我現在回來 我和我內子都在聖殿裡服務 我想讓祢知道一切的事情都尚算可以 所以我就這樣回答 一切都很好 結尾會很好 他立即回答 不是,一切都不好 我在回教會 但我失去了我所有的子女和我的孫子女 現在我看到我將會失去我的孫子女 他們全部都不回教會 一切都不好 在我們的家庭裡 我們的祖先在教會成立初期 已經在歐洲加入教會 其中有一個兒子變得不活躍 阿格莉姊妹和我一起也有嘗試去找回這個不約的祖先的後代 我和內子很容易就可以作出結論 在這個六代中 通過合理的假設 我想大概有失去了大概三千多個成員 如果再多兩代的話 失落了的天父兒女的數目 可能會達到兩至三萬個 救援的責任是基於教會其中一個最基本的教義 記住在神眼中靈魂的價值是大的 因爲漢主你們的救贖主忍受了肉身的死亡 因此他忍受了全人類的痛苦 讓全人類可以悔改而歸向他 假如你們身勤終身呼喚者人民悔改 即使只帶領一個靈魂歸向我 你們同在他在我父國道中的快樂是哥摩大 在我生命中很慶幸幾次拯救了一些不弱的成員 而當我把一個靈魂帶回教會的時候 我看到不僅僅一個靈魂 我看到六個 七個 甚至很多世代 成千上萬的靈魂 想到這個時候 我就想起這節經文 即使只帶領一個靈魂歸向我 你們同在他在父國道中 就是多摩大 在仕圖中說過 要收的莊家多 做工的人少 我們有做工的人不少 我們有成千上萬的持有聖職的人 以及有數以百萬計的成員 我們有支會的議會 定雅組和慈座會和很多其他組織 全部都有同一個救援的使命 救主已經召喚了我們所有的人去拯救靈魂 剛才我提到 小阿爾和他的同伴 開始去救援卓倫人的時候做的討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概五百個美國士兵和支持他們的當地人被關押在戰俘營裡 因為擔心他們的安慰 有一百個自願美國士兵獲挑選去拯救他們 當所有的自願者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指揮官指示他們這樣說 在今晚你們所有的人要去見你們的宗教領袖 你們跪下向你們的神許下樂誓言 只要你們還有一口氣的話 你們不可以再讓這些正在受苦的士兵受苦 這次的成功研究 是一次脫離身體和屬世痛苦的拯救工作 當我們的弟兄姊妹在靈性和永恆的命運裡 受苦的時候 難道我們不應該應勇地拯救他們嗎 難道我們不應該向主做少一些承諾嗎 總結來說 身為基督真實而活著教會的成員 我們的承諾 我們確實是這樣知道 救主已經為我們每一個人受苦 包括非成員 教不活躍成員 罪人 和我們自己的親人 我相信我們可以將福音的喜樂 平安和甜美帶給數二千計人 可以以數二十萬計人 甚至以百萬計的人 我相信我們可以成功 因為這是主的教會 憑著我們所擁有的聖職和成員身份 我們已經蒙字換去成功 我向你們這樣作戰證 是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 是的 谢谢大家